各位觀眾朋友們今天 我們先來調查高中生 希望大學畢業之後的起薪 一個月可以拿多少錢 以上我今天的計劃 開始 你希望你出社會的時候 月收入多少 主問主義 你覺得以後長大有什麼是必要之處 醃酒那些 多少帶點 多少帶點 大碼之類的 沒有沒有沒有 你覺得你以後出社會 你希望月收入多少 我覺得還沒有那個概念 政府出來說台灣年輕人出社會是兩萬多啊 那你覺得你應該拿多少 兩萬多怎麼可能能生活 可以啊 看你過什麼日子而已啊 可能要很街區 你今天工作一個月三萬 你覺得OK嗎 就是我還是住家裡的話 我覺得應該還可以 你說我的夢想嗎 我的夢想是開飛機 不是開那個民航機 也不是開戰鬥機 夢想要開哪一種飛機 我的夢想是這款型 我來找給你 這台是我想要開的 這台 我夢想死掉的方式是 開喜歡的飛機最急 所以你們哪裡要押房價 就可以跟我說 我幹什麼 寄信用四五萬 可以存錢 然後日子過得好就可以了 先存 然後 才有辦法先 買房子的投氣管 喔 很有目標耶 房子投氣管 出社會的時候 你想要一個月多少錢 五萬 那你有什麼特別想要買的嗎 慾望之類的 想要離開台灣 想要離開台灣 應該是日本話 怎麼 唉唷 還不錯喔 我問你 你覺得你出社會 你想要一個月拿多少錢 女生的話 會覺得要想賺多少 不知道耶 三萬夠不夠 三萬 夠你花嗎 一個月喔 一個月 他表情看起來是不夠 你自己 你覺得一個月想賺多少 不知道 那另一半呢 你覺得另一半賺多少 看起來又很難養 那另一半賺五萬可以嗎 五萬喔 可以耶 可以喔 阿你自己不用賺喔 不用 在家裡就好了 對 你以後會想留在台中在台北 你要 你要養我 蛤 你養我 這樣我要養很多人 我養不起